再來我們繼續畫隔板 有兩種畫法 第一種剛剛講的 我們是從這裡去做2D 然後形成面之後往這裡推拉 所以我們待會先做這樣的練習 之後我們再看一下 可不可以從下方底板的部分 我們做這一段2D 然後再往上推拉 這樣也可以 你只要尺寸不要錯就好了 很簡單 先做方法一 我們先看看這個 可是因為要做兩個範例 所以等一下你就把整個 電視台櫃的本體把它選起來 OK 同學還記得複製嗎 這樣就不用一天到晚重複上一個動作 同學記得複製 你把東西選起來之後去執行移動 你為什麼要全部選 因為他還沒群組 同學你要全部選 全部選 不然你會選到一個面去移動 這樣有問題 同學就按一下移動命令 OK 你如果點它的話 是不是只有單純移動對不對 所以你在移動之前 你按Ctrl按一下 你先鎖這個點 按Ctrl按一下 它就可以開始複製了 如果說你只有複製一個 你只要到適當位置 往紅軸方向拖曳按左鍵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兩個以上 按左鍵之後 你就打X2或X3 懂我意思嗎 OK 好來 空白鍵 OK 好 這個等一下要做方法 我們看這一段方法一怎麼做 你要50的間隙 所以你把它推到這個角度 大概抓一個角度 然後去執行捲尺 我們執行命令 這個指令 OK 好按它 再來就選這個邊線 在邊緣上按左鍵 往這裡拖 然後請注意 你那個虛線 灰色的虛線 你一定要沿著後面面去做 你不能沿著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側面 我們現在是背面 所以紅軸上往這裡拉 然後你的指令行打多少 50 Enter 它推過去這樣懂我意思嗎 OK 然後繼續 我們點這裡 點在往這裡推有沒有 給它1.5 確定有沒有就像這樣 OK 這一組就完成 第一個輔助線來 換另外邊 拿過來 他們針對這個線上瞄瞄它 在邊緣上按左鍵 然後往這裡拉 紅軸上打50 Enter 有沒有它就跳過來 然後再選這個線 往這裡推 打1.5 Enter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好空白鍵 我們做完一定要按空白鍵 然後你這個空白鍵 你的注音不要執行 你的輸入法都不要 你就執行那個 英文的輸入法就對了 OK按空白鍵 OK變成選取物件 那我們是不是產生這樣的一個 效果看到嗎 畫面上是不是有多的這個輔助線 那輔助線不是拿來擠出 它只是輔助你而已 你不要以為直接選到這個面 它不可能選到這個面 為什麼 因為這樣點的話整片面都選大 它只是輔助線而已 所以你必須再給它畫一個矩形 請你按這個矩形命令去瞄它 按這裡 矩形指令 你用線或用矩形都可以 用線也可以 因為線畫兩條就好了 因為畢竟它底線 跟上面的頂部的線都有 可是比較正規的是用矩形指令 來選這個點 叫它點有沒有 交集按點它 然後沿著這個面這樣推 你滾人可以按著往上 讓它去看 你不要這樣看 這樣看不到 這樣它會亂鎖一通有沒有 它會亂鎖 所以你滾按著 把它推上去 然後執行中 在對著它有一個交集按左肩 它就形成一個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 另外一側的掛 你就選這裡 當然你可以從上面選下來 比如說從上面從這裡 哪一個方向都可以 你要對角線就對了 那我點這裡 放大一下來 左鍵有沒有 開始沿著面 滾人按著來推下來 那你就到對角線 對角線的點 按左鍵 這樣就交集了 按確定 好 我們希望它這個隔板 隔板就是你待會 推拉的時候就擠出 推拉到這裡 我們板子到這裡 我們希望它距離前端的位置 就給它兩公分 再畫一次好了 就說我們這一段 往這裡擠出對不對 它要擠過來 那我們希望它能夠跟前端 的這個開口處呢 它還保持兩公分 兩公分 這樣懂意思嗎 那我們當初擠多少 我們當初這個 往後的深度是多少 是不是49對不對 49嘛 所以待會這個面的往前擠呢 就擠47好了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就保持兩公分 因為47加2等於49 OK 你就不相信你可以 你可以去檢查看看 其實你可以按這個 這個卷尺有沒有 對阿 那你就鎖兩點檢查 比如鎖內部這個點 端點按左鍵 拉過來 然後點一下 有沒有它告訴你 這個地方49 這樣很清楚嘛 OK 好來確定 那我們就執行推拉 好你就靠 注意喔 其實應該先選這個面 選這個面 這樣才不會判斷錯誤 知道嗎 然後我們去執行推拉 按這推拉 按你滑鼠就靠近這裡 點它拉出來有沒有看到 你就鍵盤呢 那個指令行打47 確定 因為它擠到這裡 然後這就兩公分 對 那它會記上一次的動作 所以你如果做完的話 你對這裡 對這個點兩下 它就直接擠47 這樣懂我意思吧 OK 那我們就產生這樣的一個簡單的設計 看到嗎 OK 隔板的部分 好 那這個方法一呢 我先把這個刪掉 把這個幅度線刪掉 不然幅度線它是無線延伸 這個雜線太多 你把它刪掉 好那另外側的做法都一樣 我就快速做一次啊 另外側只是說 你如果覺得你從這個後方呢 去擠到前面不太習慣 那你就直接幹嘛 直接按捲齒有沒有 來 快點這裡 拉出來看到嗎 就沿著那個紅軸上 他一樣在底板的部分的上緣 50 確定有沒有 然後這裡呢 再往這裡推 1.5 Enter看到嗎 OK 好另外一側一樣 過來 這裡 往這裡給它50 Enter OK 然後點這裡呢 再把推這裡打1.5 Enter 就像這樣 OK 但是它要距離 距離那個 前緣的部分要2公分 所以我們隔板 我們就點前面這個邊緣上 然後往內推 在綠軸上看到嗎 你就往內推打2 Enter 這樣懂得是吧 來確定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我們到時候畫矩形 你只要從這裡 一路畫到這邊就可以了 然後這就往上擠 擠到頂板的邊緣上 所以這裡它的間距又多少 我們當初就是用捲尺去做2公分 OK 好很簡單 那我把它做完了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你也可以從這邊開始捏 我們就直接執行這個推拉 可以嗎 當然不可以 因為你現在選到是整片面 請不要忘記 捲尺都只是輔助線而已 你還是要靠矩形的指針或者線 把它秒一次 用矩形好了按它 那你就可以用對角點 比如從這裡這樣畫過去 這樣懂得意思嗎 OK 或者是說你從這裡呢 左鍵把它畫過來 這樣也可以 它可以把它畫到這裡 讓它鎖到那個焦點 按左鍵 這樣一個 OK 我們把它畫完了 OK另外一側一樣 來點這裡 然後拉到這邊 對角現在按左鍵 按左鍵有沒有 按確定 OK這樣對了 好按這個推拉 推拉你可以直接擠到底 你就就這個 那我先選這個面好了 點這個面 OK那你等一下怎麼擠啊 團員就是 你就一路啊 往上推推推 然後它會電腦會問你哪裡 團員就抓到這個邊上 邊線上 這樣等於在邊緣上 它直接擠到那個頂部的面了 OK好 當然如果你要用算的也可以 你用算的話 變成我們當初這個地方不是30嗎 我們當初這個地方是不是 高度是不是設定為 這個30 對啊那你扣掉2 再扣掉2 所以剩多少 所以內部的部分剩 這個26 你也可以給它擠26啦 不過這個 比較沒有什麼效率 為什麼因為你要心算 你知道嗎 OK好那我們點這個面 然後執行推拉 團員就點 點這裡 往上就直接幹嘛 直接一路到這個在邊緣上 有沒有 在邊緣上就可以了 這這就26了 按按左鍵有沒有 它就上去了 這樣怎麼會是 OK然後這個動作 你要重複做嘛 所以就對這個面呢 點兩下 出來你不要選外面了 你要選裡面了 點兩下 他就記憶缸動作就是26 這樣就上去了 OK那我們看這裡 是不是剛好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間隙也是2公分嗎 這裡也是距離2公分 這樣懂我意思嗎 OK好 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去執行這個隔板的做法 你注意喔 你做完一定要把這些雜線刪掉 選起來按Ctrl按選起來 有沒有選起來 OK然後敵的鍵把它刪掉 一樣啊這把刪掉 選起來把它刪掉OK 就這麼簡單 好我們待會就做這個 這個電視台櫃的這個造型的 這樣的一個椅角 大家先試一下 試想看